Hello 大家好 我是沖 大家好 我是喬底 我們現在這個位置 相信大家一望已經知道是哪裏 又是這個京都塔 對 就是我們這個 這裡就是正正JR京都站的地標性位置 我們今天是做甚麼呢 就是趁我們準備離開京都 其實即將就要搬屋去北海道那邊 我們之前就在何元町 錦市場 拍過片給大家看 介紹了怎樣走 怎樣玩 或者有甚麼推薦的路線給大家 都頗受歡迎 大家都看得多開心 沒錯 我沒想過這個四條何元町 帶大家逛街會這麼熱烈 所以我們現在就準備再派一個 京都車站帶大家怎樣逛 因為比起這個何元町 我個人是更加喜歡這個京都車站 我也是 因為京都車站 我們住了兩年多 我們就覺得這裡其實是好走過 就是多夜走過何元町那邊 所以都挺期待這次拍出來 看看能不能幫到大家 因為這裡附近實在都挺大廈 可以去的地方也很多 我們就帶大家怎樣走 怎樣玩 就由我這個在這裡住了兩年 走過無數次京都車站的 這個在地港人 教大家怎樣可以 一天裡面就可以精華版地 走完京都車站 不要介意 因為我病了 所以聲音長期都是這樣 大家就先聽著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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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就跟上次一樣 在開始看這條影片之前 大家可以打開在影片資訊欄裡面的連結 我們這次一樣製作了一個地圖 就是關於這條影片提及到 又或者是我們推介的地方 景點 餐廳 小店等等 大家就可以一邊看這個地圖 一邊看這條影片 咳 我們現在就在JR京都站的外面 我想大家如果來到這裡的話 都可能會拿著一代二代的行李之類的東西 其實我平時逛街見到 都有不少的大Locker在附近 所以就先大家先去擺行李吧 跟我來吧 因為我們其實就沒有自己在這裡擺過Locker 因為我們始終都是在這裡附近 但是剛才走過來見到 或者平時見到 其實這裡是很多不同的地方可以擺Locker 在這個京都車站外面這裡 經過了這個7的門口 然後最向前走 就有一個比較大型的擺Locker的地方 那個地方好在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是星期日 但是都沒有空 因為正常的車站在Locker 很多人擺東西 但是這個位置每次看到 都是有很多空位在這裡 真正就是這裡 而且除了我旁邊 這個比較大的擺Locker的地方 其實後面也有可以擺Locker的地方 我們就一起去後面看看 這裡也有可以擺Locker的地方 如果真的幸運地 這兩個地方都空了的話 其實下一層也有可以擺Locker的地方 但我們現在就先不去那裡住了 因為我們要先在京都車站的上面 走一圈帶大家怎樣玩 然後再到下面 我們現在就在這邊出發了 我補充一點 其實這裡的Locker 我想都是公價的 小是400日圓 中型是500日圓 大的就是700日圓 我想應該很多地方都差不多是價錢 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 還有一點就是 有些Locker並不是24小時可以用的 它會寫明可能是8點之後就不可以拿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拿這個行李的時間 我們今天拍片的日子是星期日 所以看到這裡是很煩惱很多人 正正在這個位置的對面的位置 都已經有一排Locker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現在已經進入JR的站了 我們第一步就先上了扶手電梯 現在上去之後就會去到一個京都車站 都比較出名 為多人看的就是那個樓梯的位置 因為在這個不同的節分 其實那個樓梯都會有一些不同的頭蛇 在樓梯上面都比較有趣 我之前見過聖誕節、新年 其實都會有不同的投影效果 然後很多人都會在這裡拍照打卡 我覺得晚上看得更漂亮 如果大家晚上經過的話 都可以留意一下這個樓梯 可以看到其實也有些人在拍照 雖然不是很多 但如果是節日的話就會更加多人 所以我們看完這個樓梯之後就再上去了 其實說真的 這個JR的京都車站 我們真的來過很多很多次了 基本上有時候可能隔個星期沒工作 就會想來這裡逛逛街 或者去Lopi補購日用品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都可以叫做走爛了 走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們都發掘了一個比較適合的路線 都是我們自己想出來的 希望今次看這條片的大家都會喜歡 現在沿著這個扶手電梯繼續上 就會去到我們想去的另一個地方 就是10樓的拉麵小路 我想可能很多人來到京都都會想吃拉麵 又不知道吃哪間好的時候 上去拉麵小路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就一起上去看看吧 在上到扶手電梯最高的這一層之外 其實上樓梯之後就會有一個小小的空中庭園 所以我們去拉麵小路之前 都帶大家上去一下 就是這裡 其實這裡我們上次結婚週年紀念的時候 都有拍片和來過這裡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如果未看的話記得看那條片 這個是不用錢 我覺得可以看到的一個空中展望台 雖然這裡其實說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因為這裡是不用錢 還有有順路 所以有時候我們都會上來看看風景 今天的天氣都OK的 是有點暈倒 但是就不會下雨 嗯 然後在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看或者戲一戲 之後就可以下去拉麵小路 但其實下去拉麵小路之前 如果大家都喜歡看著這個京都塔吃飯的話 都可以看剛才阿聰說過的 我們之前的結婚週年紀念的片段 因為裡面有推介一間餐廳 我覺得都不錯 而且可以看著這個京都塔的景色吃飯 所以都很值得推介給大家 價錢也不是很貴 我想起有一個 Bunni的Pastel 好吃的 我們現在就下去下面十樓的拉麵小路 我們剛才說的那間餐廳 其實就是在這個位置進去就看到了 是十一樓來的 裡面其實還有其他餐廳 大家都可以找一下 看看有沒有興趣吃 拉麵小路就是在下一層了 我們現在下去看看 就算不吃拉麵的話都可以進去 因為之後就會穿過這個空中小徑 都挺漂亮的 所以我們就進去吧 其實在這裡我們都吃過好幾間的 包括了這個 得到這個吃過 得到這個是雞蛋可以無限的 對 這個很有印象 這個也吃過 我比較喜歡Takamatsu 就是這樣 大家吃過哪一間又覺得好吃 應該很多人都來過這裡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接著可以看到 走到一半就是這個 Skyway的地方的出入口 我們先走去看看 我個人來說都很喜歡這個空中小徑 因為它早上是超級光亮的 而且可以看到這個京都塔的樣子 而且晚上的時候 它是會有一些亮燈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這條路很漂亮 我們兩個應該都是建議大家 可能是晚上來走會好一點 又可以看到一些燈的效果 還有這個最貼心的位置 走前一點就會有一些洞 可以讓大家很近距離看到這個京都塔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個京都塔 這次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看這個京都塔的樣子 拜拜 京都塔 好了 向前走 走到盡頭就可以搭扶手電梯 到下面 經常都有很多隱藏高手在彈鋼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很多日本商場都有這件事 就是有一些鋼琴蛋放在這裡 接著就會有很多民間高手就可以在這裡彈鋼琴 然後我們現在就慢慢在上面那個空中小徑的位置 就慢慢滾到最底 其實去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這個位置是拍攝京都塔最美的一個私密地點 是的 它有沒有玻璃擋著露天的位置 很多遊客都未必會特意過來這個位置 但我覺得這個位置拍照是很漂亮的 我們都在這裡打一張卡鏡 然後再繼續走 那麼快 我們就已經差不多走完 這個京都車站的上蓋的位置了 不過我想補充一下 其實我們剛才這個拉面小路 就是這個十樓 但是其實下面的幾層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伊勢丹 不過伊勢丹我們就真的不是太推薦了 因為怎麼說呢 其實是不太適合我們年輕人去走的 我經常都覺得 所以大家如果沒什麼時間就可以 pass了它 去我們待會推介的幾個商場 還有些東西想補充 就是這一層呢 都有一間我覺得不錯的一個吃泡妃的酒店 我們之前呢 又是結婚周年紀念 明知什麼的紀念日也有吃過 不過那次就沒有拍片的 泡妃都不錯的 是很便宜的 就是這裡直行 然後剛才你們提過 除了這裡有Locker之外 下面也有Locker 所以我們現在就滾到下一層那裡了 嗯 滾下去了 這個就是剛才說過 是下一層的Locker 價錢也跟剛才一樣 經過剛才Locker的位置 下來就會看到伊勢丹的入口 但是剛才也說過 我們基本上很少會在伊勢丹買東西 甚至應該是沒買過 那落到最底呢 其實就會在這個Dercoup的位置 那這個呢 也是我們想推介給大家的 其中一個行街的地方 今天很熱鬧 落到這個Dercoup 其實就有這個供茶 S&Pool 一個可以買到外國調味料 或者是一些比較特別的調味料 Cardie 都是我們很喜歡它的地方 嗯 而且其實這個 也是伊勢丹的入口的其中之一個 但我覺得Dercoup的東西 已經算是比較平民化了一些 而且是適合年輕人走的地方 那我們就在這裡繞一個圈給大家看看 而且可以在這裡看到 其實都有不同的衣服的牌子 或者是一些鞋子 都很適合年輕人去買的 我覺得 是MB 這個日本英花妹很喜歡的一個化妝牌子 是一個很出名的日本化妝公司創立的 它的貨品好 這裡還有一間Retro Girl 也是我很喜歡的店 這間之前我們在學園丁也介紹過 已經不可以再買衣服了 你現在要脫手了 我們這次是有得看沒得買的 因為我們現在是放箱 準備寄過去北海道那邊 所以沒理由一邊放一邊買新的東西 這件其實也是新的 我買了兩個月才穿的 快多衣服了 買這件很漂亮的 我們之後就上來這個地鐵站的位置 我們就再帶大家去下一個地方 這個就是The Club的入口 應該很容易會看到 因為它正正在JR出口 就是了 其實在地鐵站當然也會有鑰匙 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擔心 會不會無謂放東西 在這個The Club的旁邊 就是我們都很推介大家去的地下街 跟我們走 剛才在上面一直看到寫著甚麼Porter 然後有些食物街之類的 其實就是在這個地下街的位置 其實地下街都有很多不同的店鋪 還有很多的食物 稍後我們就會推介一些 我們平時有吃開 或者我看到現在最近新開 很吸引的一間餐廳 都可以推介給大家 嗯 那我們就繼續走 我們現在這條路 其實就是剛才的The Club 正面網的右手面一直走 就是這裡 就會見到這個黃色的L'Occitane 還有這個551 這個辱曼很多人買的店鋪 那我們就先往這邊走 這裡其實都是很多東西可以走 這裡你可以當作一個地下街 但普遍這裡的衣服都是中價價錢 我很少在這裡買衣服 通常都是看不到 我覺得剛才隔壁那邊 The Club的衣服比較便宜 嗯嗯 但這些品牌我覺得就比較少見的 即不是那些連鎖那些 但是價錢就會貴一點 然後這個位置其實偶爾也會有這樣的市集 有時是一些手作東西 有時就是書店的舊書 甚麼都有 如果我來到這裡的話 我最多走在這個Freecorns 又是我的愛店 通常會走這裡都是去Freecorns 看這個Miffy的商品 還有就是吃東西 我們通常來這裡主要的目的都是這幾樣 我說Miffy的商品就是在這個Muji的對面 這間紫色的小店 就經常會買一些公仔的東西在裡面 我已經看到Miffy了 要說一個不幸的消息給大家知道 剛才我說我喜歡我的店 Retro Girl 和這個賣公仔的店 都不知道是不是受我的影響 兩間都要倒閉 發現很多喬仔喜歡的店 都很快會倒閉 不好意思 推介不了給大家 但可能會再裝修 不定時有更好的店 這間店給大家 大家到時可以自己來逛逛 到底會變成了一間什麼新店 但又要倒閉 這間Plaza都挺好的 很多東西走的 很多少女喜歡的 我覺得這間有點像Loft 外國牌子的東西 是不是化妝品比較多 化妝 吃東西 什麼都有 我們有時候也會走的 真的太搞笑了 全部都倒閉了 這裡向前走就有一間Freecorns 這個不會倒閉了吧 這麼大型連鎖的店 這個就不需要多說 我相信大家都很有興趣看這些店 這裡我都喜歡 Lori Farm Earth 這些全部都是定時定後 就會減價的店 大家如果有機會來的話 都一定要進去看看 有多少減價的貨品 現在這個時間 換季通常都是六折或七折 記得要看 就在這個Freecorns的旁邊 接著在這個Freecorns的旁邊 其實就已經在Porta Dining 就是這個吃東西的食街 裡面有一些餐廳 是我們經常都會吃 或者推介給大家的值得 那我們就過去吧 這條食街其實是有很多餐廳的 但是我們都未有機會試到很多間 因為每次來都是有一間 很喜歡吃的餐廳 經常翻吃的 待會就會讓大家看到 Porta Dining 這個食街 你和我們喜歡的店 是不是都是同一間呢 我覺得一定是的 3 2 1 KYK 沒錯啦 我們最喜歡的店 就在前面那邊 帶大家去吧 就是這間了 Tonkatsu KYK 就是專吃炸豬扒的店 我們其實真的吃了很多次 因為真的好吃 它的炸豬扒 大家可以來這裡試一下 價錢也不是太貴 就是一千多日圓 而且因為這個食街裡面 之前做過一個大裝修 所以很多店都不一樣了 多了很多類似一些居酒屋風格的店 所以我覺得其實看上去整體都不錯 但是這一間 永遠都是我們兩個在這裡最喜歡吃的一間店 就是KYK 旁邊這一間的拉麵 都是很多人吃的 我們每次排隊吃KYK的時候 旁邊都是很多人叫的 其實我也吃過的神助 不過就不在這裡吃 在其他地方的食物店 我自己覺得就普通 不是想像中那麼好吃 這條食街其實大致上就是這樣 其實都真的有很多餐廳 大家可以試一下 這間都很多人說的 正氣屋吃這個的Yakitori 本店是開了很久的 我之前上網看的 接著去到這間叫做Milori Cafe 我們之前都有打算吃 最出名的是它的甜品 它的Puffet 如果大家來這裡想吃甜品的話 都可以試一下它 因為它的Puffet全都很漂亮 那我們就繼續直行 其實這條地下街 除了我們剛才那邊之外 反方向也還有一條 所以這裡也有很多東西 然後除了剛才的Porterdining之外 其實對面也有不少的餐廳 但因為很多餐廳我們都沒有吃過 所以大家可能要上網做一些功課 看看哪一些評價比較高 或者在Google找一找 再看看自己決定吃哪一間 但是我們除了推介Porterdining之外 其實我們現在正在去的另一個地方 相對地比Porterdining 低價一點的一個小吃街 那現在就帶大家去 那我們就去到這個ABC Mart 和金子眼鏡店 看到這個芝士塔的位置 向左手邊走 就會去到另一個小吃街 我想補充一點 這間Bake 其實有朋友吃過 他說它的芝士塔是挺好吃的 那大家我想都可以試一下 我們現在去的這個方向 就是在京都塔的最底層 這裡其實都可以上去京都塔的展望室 但我們這次就不是要去展望室 而是這個京都塔最底層 也有一個food court的位置 就是這裡了 這個地方其實是我們上次 要來這裡打針的時候 發現的一個地方 但這裡也很新的 我想真的不是開了很久 就是這裡了 雖然看上去不是很大 但其實整個感覺或是氛圍 這裡我覺得都不錯 我們就繞個圈給大家看看 其實這裡也有很多不同的餐廳 整個感覺就是一個food court 但是看上去環境是挺漂亮的 還有大部分都是日本人 才會在這裡出現 暫時真的很少在這邊看到遊客 這間東一都很高人排隊 好像是新開的 前面這裡有一間咖喱 這裡有一間吃壽司刺身的 這個帶起水產 便可以吃到迴轉壽司 算是比較平民的迴轉壽司店 這間就是中華料理 這裡還有一間雲 雲是我們覺得京都最好吃的燒肉店 大致上就是這樣 這裡不是超級大的 但是也有不少的餐廳可以選擇 所以大家也可以來一下 感受一下這裡的氣氛 還有這裡的價錢 應該相對地便宜一點 嗯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來這裡吃東西 接著就去逛街 純粹來這個地方 是想告訴大家 有多一個不同餐廳的選擇 就不一定要逐住在裡面的位置找食物 這裡其實也是一個不錯氣氛的小吃街 然後呢 現在就帶大家去 我們平時最喜歡逛街的EON 這裡也有LOKA 而且沒有人用的 這間店我也很喜歡 所以就很推介大家來看看一些小雜物 這間店的雜貨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 這個背都很漂亮 接著就來到這個Locitano 剛才的位置 這裡就是551那裡 沒錯 大家都可以吃一下551的包都很好吃的 嗯 雖然我在網上見過有些香港人討論 就說不明白為什麼這間551會這麼多人排隊 但其實我們自己都挺喜歡這間店 尤其是我 因為裡面的肉麥我覺得是最好吃的 真的 還有它的燒賣也很有名 很多人買的 有兩隻燒賣的大家不要買錯 有一隻就是肉麥裡面的肉製成的燒賣 就是餐廳和賣手信的地方 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都可以逛逛 那我們現在就向Seven那邊方向 就繼續前行啦 那其實在這個案內鎖旁邊的這間店呢 偶爾也有些期間限定的食物 是好像幾級人 有時有些大福 雕魚燒 蛋糕 什麼都有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在這個七仔的位置 轉左直行 出發去我們下一個目的地 那就帶大家去逛街啦 我們現在直行這條路 已經有兩個位置可以放在Locker 一個就是一進去的景點 然後走到中間的位置 也有一個Coin Locker的位置 那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也是啦 這個就是第三層 那我們就繼續向前走 來到這個尾段的位置 就看到這間東粒店 這間其實就是以前香港都有的東粒店 可能大家都有吃過 不奇怪 其實都挺好吃的 原味最棒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而且這間也是有期間限定的 但是這間也是 例如聖誕節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聖誕老人 還有它的設計很漂亮的 接著就會來到這個分叉口 其實這個分叉口的右邊 就是另一個我們晚一點都會去的商場 然後這邊上去就可以去到伊朗的位置 所以我們現在就帶大家走一個遠一點 去伊朗的位置 然後轉頭再繞回來這裡 就是走這個左手邊 要走樓梯上去的 上到來就會看到一間MG 其實這裡正正就是新幹線的入閘口 所以我們之前經常去復岡 去東京都是來到這裡搭新幹線 哇 很多人 原來我們現在就會走外面這個小路 如果大家真的在這裡也找不到鎖卡的話 外面這裡一整排都是鎖卡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這裡真的周圍都有鎖卡 但其實這裡的餐廳我們都沒有吃過 不知道為什麼 我自己就覺得不太大興趣 接著我們就穿過這裡吃街 繼續直走 其實還有一個 除了我們剛才現在走的這條路 可以去到伊朗之外 在JR車站那裡 都有另一條路可以走到伊朗的位置 就可以去片看一看 這邊其實就是另一條可以走到伊朗的路 過來吧 就在JR車站的右邊一直直走 經過了Porter地下街的位置入口 然後就會來到這裡可以上扶手電梯 上完扶手電梯之後 直走到前面551那裡 就會看到另一條扶手電梯 然後就向右邊一直下 而下來的位置就正在這裡 一直向前走 那邊就是伊朗了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回到我們原本的路上走 那我們就繼續直走 這個沿途其實都可以不用出去這個路線的位置 可以一直直走 這裡其實比較多真的買手信的東西 所以這條街的位置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剛才就是在一個粉紅色格格的下面 然後之後連著一直這樣一直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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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獨 大家如果喜歡吃冬甩的話就記得進去試一下 記得吃粉紅波堤 好吃 如果大家想去那些二手那些 前面這裡也有一間Second Street 就是這裡再前一點 過一個馬路就到了 這個伊朗摩路其實也是很大間的 所以真的可以走很久 在鎮台的左手面就是伊朗摩路 可以看到今天星期日 我相信裡面也有很多人走 大家如果跟著我們現在的路程去走的話 可能手上已經買了一些東西了 但是又不想回酒店放下 又不想給錢放在一個Locker 那伊朗摩路這裡就適合了 帶大家去一個可以不用錢 但是又可以放東西的地方 伊朗摩路的地下面其實已經有Locker 但是千萬不要放這個 因為這個是要錢的 然後帶大家上上一層 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裡面也有其他的 在一個超市的旁邊 還有一個是凍櫃也是不用錢的 嗯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一進來最方便的一個 就是這裡了 嘻嘻 這個就是入100日圓下去 它是可以還給你的 但是大家就要留意時間 如果過了就拿不回來 要等明天才去拿 那就麻煩了 那這間伊朗 剛才說過其實都真的挺大廈的 也都有戲院 那大家來到 我想應該都可以走幾個小時 裡面也有很多餐廳 Food Court等等 那一如以往 這個伊朗最底那層就是超市 上面二、三層都是三層的 而四樓就有這個可以吃東西的食街 還有這個夾公仔機玩的地方 那我們都上去看看 然後就去旁邊那個館 走嘍 來到四樓 第一眼就會看到這間Lamuco 可以夾公仔 打街機的地方 接著在Lamuco的左手面 其實就是這裡的Food Court 嘻嘻 我很喜歡你 你跟我回家吧 喂 打得這麼遠 那這裏就是這個EON的Food Court了 我們之前都有在這裡吃過東西 而在Food Court以外 其實旁邊都是一條食街 很多餐廳在這裡 那這條食街其實除了有這間蛋馬屋 旁邊有一間就是鮮台牛舌 然後在前面其實就有一間村家墨魚 就是現在很熱的 很多年輕人都會去吃 但我們自己吃過就很一般 因為全部都是一些炸物 自己炸的炸物 然後還有回轉壽司 拉麵等等不同的店鋪 大家如果來到這裡吃晚餐的話 這裡都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但我們現在就不在吃東西這個部分了 就下去下面帶大家去另一個分館那裡 走囉 回到這個三樓的位置 或者二樓都有這個連駁口 就可以去回這個分館的位置 裡面其實就有這個京都最大級的Daiso 我們就走囉 GO 喜歡百元店的角位一定不能錯過 那邊其實也有Daiso 有間運動店 有寵物店 書店 玩具反斗食 我們就走這邊出去就可以去到 這裡進來之後 這個三樓全層都是這個運動館 除了運動的東西之外 它連Camp 露營的東西都有 但我們就不走了 留給大家走 我們就一起上去四樓這個 最大級的Daiso 耶 然後四樓就是這個旁邊的 超級大間的Daiso 之前好像有一條影片有說過 忘記了哪條影片 這間Daiso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項目的東西 其實是比其他Daiso店更大一點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一定要來走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百元店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興趣 看我講這個Daiso 或者其他百元店的系列 因為我自己心水有很多不同的貨品 都可以介紹給大家 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再告訴我 其實在這個Daiso旁邊 還有這個家品店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走一下 就是這樣啦 那我們現在就落到Eon Model的最底 玩具反斗城那一層的出口就出去了 可以看到我們剛剛進來的地方 其實是對面那裡 我們現在就出來已經變了天下了 開始 因為我們走了接近差不多三個小時的時間 即是我們由出發到現在 還有沒有逛街 純粹是帶大家走的 但是我們現在來完這個Eon Model 當然還未完 我們現在就再帶大家去另一個商場 那裡我們是 我想我們還去得多一個Eon 那為什麼呢 那去到便會知道 還是跟著我們現在這個路線走 便會去到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設計的整個 行街路線 基本上是只有剛才過來Eon那段路 和現在去商場那段路 會在室外 基本上之後都是在室內的情況 嗯 現在就跟我們去另一個商場 這裡一直直走 就是剛才我們進來的 看到那個進台就可以認得那個位 來到這裡就轉右一路直走 再走到一段路 就會到我們第二個目的地 其實這裡就是剛才Mr.Donut的對面線 耶 接著就來到這個商場了 這個商場裡面 我都建議大家 從最高開始走到來 因為最高那層就有一個書店 和有一個二手Figga的店 再下一層就是這個大GU GU之後再下兩層都是賣衣服的地方 然後再下一層就有這個是Donkey 但是這間Donkey是比較小一點 我們一會兒會帶大家去另一間Donkey 然後再下一層就會是地面地鋪 所以我們現在就進去啦 GO 這個商場其實我們真的來了很多次 應該還去得多過Eon Mall 還有我們都很推介這個商場給大家 而橋仔基本上每次來這裡 都會買到衣服 因為有幾間他很喜歡的品牌 都是這裡的 所以其實這裡 Total就是有六層的 我們現在就在一樓的位置 大家如果走完這六層之後 就可以來回這個一樓的位置 然後就跟回我們現在的步伐 就去下面B1了 我們走吧 為什麼我說會去B1呢 其實就是因為走完這個商場之後 B1樓就可以通到我們JR 地鐵站地下街的一個位置 所以這裡走過去 沿途就可以去我們下一個的目的地了 然後就說了B1這裡也有食物 而且有一些扭蛋和有些390日圓的店 大家也可以看看 沿途這個牌直走就可以去到地鐵站了 這間東粒店我們剛才已經經過了 介紹了給大家的那間 我們就走回頭路去我們 尾移一個目的地 我相信來到這裡的時候 走了晚上的時間 因為可能都在這裡走了一天 所以現在安排的這個地方 就是可以逛街同時間 大家也可以買到一些便宜漂亮的食物 可以買回這個酒店做宵夜 推介推介 我們在剛才一路直走 就經過一個Tart的Locker 應住的位置 繼續直走 就可以去到我們下一個目的地 就會經過我們剛才介紹給大家看 京都塔下面那個Food Court 然後就來到這個京都的Yokobashi的位置 跟其他商場一樣 Yokobashi都是有很多層的 有六層那麼多 上面主要就是食物 下面有書店 然後賣衣服等等的地方 包括了香港人媽媽很喜歡的西蟲屋 Litory Honey's Ulicuro 等等不同的店鋪都有 然後再下來就會是一個電器膠品的位置 大家如果有時間都可以慢慢走在這裡 但我們今天的重點就不是上面的地方 而是地下的Locker 在B2樓這裡有我們繩日 之前很多條片推介過的Locker的超市 主要是買一些大款 超級抵食的水果 什麼都有的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Can Do 都是100元的店鋪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然後就到我們平時都很喜歡來的Locker的部分 如果大家會住這附近的話 都一定要來Locker 但是Locker 我沒記錯好像8點就已經會收了 是啊 所以大家如果來的話 一定要遇到時間 早點在這裡買完東西 然後就可以當宵夜去酒店吃 之前有帶一個朋友來這裡 他都說這裡的水果是很划算的 對於香港人來說 這裡應該會是一個小的寶藏天堂 希望大家也可以來這裡逛街 然後買到自己的心水 喜歡吃的東西 除了Locker之外 還有一個地方是我們最後一個目的地來的 終於去到最後一個地方了 我們拍到Gopo的兩顆電影都沒有 當然要用手機去拍攝 大家記住Locker是不能用卡給錢的 所以大家如果來這裡買東西的話 就一定要帶現金 然後我們現在就在Yotobashi的最底層 之後就會再上去上一層 就帶大家去另一個地方 也是最後一個目的地 在這裡補充一點 如果大家不太清楚Locker裡面有什麼買 可以看看我們之前拍的四條片 那你就會知道為什麼我們這麼喜歡 或者這麼推介Locker 因為身體很便宜很便宜 我們現在就在Yotobashi的正門位置 第一出口出來了 就在Burger King的位置繼續向前走 然後上來這裡 其實走幾步就會看到有鳥貴族 鳥貴族其實都是很推介大家 如果來京都或者大阪 都可以吃的一間串燒店 而我之前就吃過 我剛才也提及過一間叫燒肉混的地方 其實那間店都是在這裡附近 大家有機會都可以試試吃 我覺得質素真的不錯 轉了 看到一間中央信用金庫 在這間銀行的對面 就是我們最後一個目的地了 沒錯 就是這間Donkey 這間Donkey其實是新開的 可以看到裡面樓底很高 還有很新鮮的裝修 這間為什麼我們這麼推介 其實就是因為不知為什麼 比較少人 大家留意這間營業時間 就是朝早9點到晚上12點 我們剛才那間Donkey 都是去到晚上12點而已 兩間都不是去到通宵 所以大家留意時間 而在Donkey對面 就是剛才說過的這間銀行旁邊 再直行其實就是東梓 大家其實都是可以去那裡 東梓在那裡逛逛 看看東梓也算是這裡 挺有名的地標 就是這樣 終於就已經逛了我們所有地方了 以上就是一些我們在京都住了兩年 自己逛了無數這麼多次 京都車站總結出來的一個 一天之內可以逛了所有京都車站 我們認為值得行的一些商場 或者是吃東西的地方 推介了給大家 這次其實就跟上次我們介紹 河原町或者錦市場的情況是一樣的 我這次都會製造一個地圖 方便大家可以一邊看這條片 一邊參考 因為有時候實在那些地方 可能是比較遠 或者是不順路都會不出奇的 大家看回地圖 就可以清楚點知道 大家是會想去哪個地方 希望大家會支持 或者希望這條片 是會幫到準備來京都玩的大家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在京都拍的 我想都算是最後一條片 應該是最後一條在街上拍的片 我們今天雖然就自己沒有逛街 純粹是跟大家逛一轉 但其實都已經花了很多時間 因為我們其實是兩點多鐘開始走 現在其實已經是五點多 即是六點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走法 都已經要走四個小時 大家如果真的來這裡 慢慢逛街買東西 相信真的可以逛一整天都夠 所以都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條片 如果喜歡的話 都記得追蹤我們這個頻道 或者下面留言給我們做支持 嗯 其實我們都覺得 京都車站這個地方 是更多東西走過河遠丁 或者是好走過河遠丁 所以就希望大家都會來這邊玩一下 或者如果選住酒店的話 你都可以選這個區域 我覺得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吃東西的有 買東西的有 然後又玩的有 而且我覺得多數都是在室內 下雨都不會那麼辛苦 所以我覺得這邊比較好 那就是這樣 那我們今天這條片就到此為止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 這條片雖然我們沒有逛街 但我們逛街的時候 都有很多回憶 因為可能算是我們最後一次 離開京都之前 在這個附近逛街了 嗯 所以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